不知道 後來有人打給我 那是誰 7671375 喂 你好 那是誰啊 我現在現在約上課 日後號碼知道 禮拜六我知道 下午 是不是 下午 下午大概4點 好不好 現在 回去看一下 我不會 好 這個 繼續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 積分他的 這個 這個 這個是我們 那 如果你要從A到B 就從A 到B 這個 符號設計的我覺得 這個 他的造型是蠻巧妙 這是我們積分的記號 這個是 我記得是來自靈智用的記號 那個 積分是這樣寫的 你把這個 函數拿來積分 可以嗎 那積分的時候呢 這個Fs就是為我們的高 Dx代表的是一個小小的差額 可以嗎 Dx代表的是一個微小的差額 我們之前有說過 Dy 除以Dx 就是我們 微分的記號的寫法 可以嗎 那這個Dx代表的是一個微小的差額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 底乘以高 從A到B 這個就是我們積分的符號 他的懂嗎 他的意義是這個樣子 好 那這個就是說 從A到B的這個Fs 對於X做的積分結果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積分的結果 基本上是用什麼做的 用N趨近無限大的黎曼和為 開始的出發力 可以嗎 一開始你不會算的時候 你都是用N趨近無限大的 這個黎曼和為出發力 所以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有固定範圍的叫定基分 看一下這個D3 D3 他說從0G到B X平方Dx 所以這個就是把這個0到B 切成N段 對不對 切成N段 就算他下面的面積 N趨近無限大就算 好 那這個我們來算一下 你知道嗎 這個東西呢 基本上來說 我還是一樣 因為你們不是很熟 所以我稍微畫一下 他代表的0到B 切成N段以後 管理用上和下和 他的結果都會是一樣 可以嗎 在N趨近無限大都會是一樣 所以這個就叫做 0到B 可以嗎 每一段除以N段 叫做N分之B OK 那第一個就叫做 你這叫做N分之1B N分之2B 這個B代表什麼意思 N分之NB 可以嗎 所以我們去取這個右側 這個結果 就是N分之B 再乘上F的N分之1B 加F的N分之2B 一直加上幾 N分之NB 可以嗎 我那個也還蠻好算 等於N分之B 每一個帶進去X平方 叫做這個 N分之1B的平方 加上N分之2B的平方 N加到N分之NB的平方 可以嗎 那首先B BB 是不是都可以把它提出來 提出B的幾次嗎 B的三次 下面 上面是N 上面是1 0加2B 一直加2B N的平方 可以嗎 前面是不是可以產生它的係數 後面再多乘一個B的幾次數 B的三次數 B的三次數 那OK嗎 所以這邊會不會算 我一樣用以前的寫法 6N三次方分之N 乘以N加1 再乘上2N加1 B的三方 可以嗎 那當N趨近無限大的時候 是不是就好 可以嗎 所以這時候 Limit N趨近無限大 這個6N三方分之N 乘以N加1 乘以2N加1 B的三次方 這叫做3分之1B三方 可以嗎 很簡單 這個東西 這是我們基本的結果 對不對 那基本的結果的話 你會發現 2次的4幾分以後 會變成幾次 3次 對不對 可以嗎 可是為了修正 所以前面再多乘到3分之1 OK嗎 好 寫完以後呢 你們用這個方法 一樣的寫一下練習3 好 這是第一小題 同學 第二小題 去Limit B等1 當B等1 就是從0G到1的結果 B等2 就是0G到2的結果 B等10 就是0G到10的結果 所以B等1的時候 這個時候面積0到1 X0X0X 就叫做1分之1 乘以1的三方 同學 第三的第一小題 跟第二小題 都算給你 好 就像我這 好 好 1 2 1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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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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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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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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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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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0 到B的這一段 從0到B的這一段 0到B的這一段 你如果去取的話0到B 每一段都N分之B 所以到最後一段就N分之 NB 你取右半側 是不是就可以得到B要的 可以嗎 這時候就變成 N分之B 乘上F的 N分之B 加上F的N分之2B 一直加到F的多少 N分之NB 算算的結果這樣就行 可以嗎 要來算啊 N分之B的 3次 加上N分之2B的 3次一路加到 N分之NB的幾次 3次 算完就可以了 你嗎 來 首先 N3次跟一次有N的幾次 4次 上面B跟B的3次 是有B的幾次 B的4次 那這裡 是不是1 1的3方 2的3方 到N的3方 N的3方 把B的4次提出來 N的4次放下面 是變成這樣 OK嗎 記不記得 1的3次 加到N的3次 是多少 2分之N 全N加1的完全 平方 注意喔 1的3方加2的3次 加到N的3次 叫做 2分之N N加1的 完全平方 就變成 4分之N的平方 乘上 N加1的完全平方 但